我和朋友张涛来到威士旅游 本打算乘坐今天上午的航班返回 没曾想刚到机场 还没等进入大厅 就被看守在门口的武警拦截劝反 机场大厅门口拉上了警戒线 有许多乘客不住的抱怨 我跟张涛有些不明所以 我拦住一位神色匆忙的人询问一番 说是机场大厅有人突然发疯 咬伤了多名乘客 没等我们聊完 大厅那边传来刺耳的尖叫声 一阵骚乱后 周围的人开始往机场外奔跑 机场内的人想突破警戒线 但都被武警暴力镇压 我俩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加入逃跑队伍中 机场外道上人们争先恐后的 争抢着出租车 抢不上的人也都在用手机叫滴滴 身旁 一个妇女正在跟一个干瘦的男人 为了一辆出租大打出手 见此 张涛手机眼快拉着我钻入车内 关上门让司机不要等其他人 赶快开走 我们给他加钱 气得车外女人对着我们猛拍车窗破口大骂 车在广播播报着机场骚乱的新闻 司机喋喋不休吐槽着 现在的社会太混乱 我坐在后座翻看着手机 微博上的警号A是封锁 报警号映入眼帘 本是机场爆发未知病毒 传播速度极快 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是官方十分钟前发布的新闻 什么病毒这么严重 还要全是封锁 我刚从机场回来 机场都被封上了 好像是有个人在大厅发疯咬伤许多人 我靠 要上演丧失围城了吗 趁现在赶紧去囤些货 这太吓人了吧 会不会传到别的事啊 这边离A是特别紧 没钱 我打算将手指头从猫眼伸出去 让丧尸咬一口 等着无痛变丧尸 看着评论我心里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张涛也看见了新闻脸色不太好看 低声问我 我靠 早知道我俩应该昨天晚上就回去好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得囤些物资啊 我中没思考 不知道这个病毒传播速度有多快 当即我们对司机说改道去超市 第二小时 司机很快来到超市 刚一下车抢年货的及时赶扑面而来 停车场进出口被车辆堵死 超市大门进进出出人头攒动 带我们挤进去 里面的人更是夸张 门口连推车都没有 许多人都在等其他购物完的人 腾出推车他们好用 看到这场面 我俩也顾不上推车 直接冲进超市 跑到洗漱用品区 拿了两个大盆充当购物框 由于从机场到市区的路程比较远 等我们来到超市 货架上的食物所剩无几 泡面 面包 自热锅等速食货架 更是空空荡荡 工作人员刚一补货 就从四面八方伸出十多条手臂 将货物一抢而空 甚至有人为了一袋泡面 大打出手 一时间我们俩都不知道该拿些什么 只抢到几包火腿肠 五块压缩饼干 两袋蓬化食品 一小包真空杂粮 一把粘巴芹菜 两把水果刀 一个充电宝和一些日用品 这些食物远远不够 趁着交款排队混乱 我通过从别人购物车里 拿了几袋泡面 和一些小零食 虽然有些不道德 但眼下管不了这么多了 40分钟后 我跟张涛满头大汗 终于从超市人堆中挤出 因为A市封锁很多外市的人 无法出去导致酒店爆满 我俩就进找了家酒店 前台微笑表示 普通房间受庆 只有豪华套房1380亿万 没有其他选择 我俩一咬牙开了一间 并向前台要房间所有的房卡 将东西往房间里一放 随机下楼继续囤积物资 第三小时 我和张涛开始分头行动 逃遍周边的大大小小超市 很多小超市的老板 坐地起价一袋泡面 卖五块一根火腿肠卖七块 即使这样也不得不买 我不情愿地付款 总共一箱泡面 六根火腿肠 三盒肉罐头和一箱水 就花了我三百多块钱 正当我抱着东西往回走 突然一大群人叫喊着 从我最开始去的那个商场里往外跑 看到这种情况 我顿感不妙 抱紧怀里的东西一路狂奔 期间撞倒了几个人 也顾不上将他们扶起 一口气跑进酒店大厅才安心些 因为酒店离大超市近 有些从大超市里逃命出来的人 都躲在酒店大厅 一时间大厅里吵吵嚷嚷 我担心 他们看到我怀中的物资 于是选择偷偷走消防通道上楼 走到五楼 看见没有人跟随 才从五楼坐电梯直达二十层 第一 刷开房门 我刚走进屋 张涛一脸担忧地 冲向我将我从头到脚检查一番 看我没有受伤才松口气 我将刚才的经历 跟张涛讲述一遍 张涛一脸后怕 太危险了 我在窗边目睹了全城 刚开始大超市跑出许多人 接着有人给一个老太太 铺刀啃的血肉模糊 听完张涛所说 我走到窗边往下望 顿时感到毛骨悚然 之前井然有序的大街 此刻失衡遍野 车辆尽毁 好些人在大道上无序狂奔 他们惊恐的哭喊声 即使在二十层 也清晰地传入我耳中 这场灾难来得太突然 以至于我俩来不及做过多的准备 张涛轻点了一下物资 共有一箱零两包泡面 四包火腿肠 五块压缩饼干 两袋蓬化食品 三盒肉罐头 四盒自热米饭 一袋子小零食 一小包真空杂粮 一把粘巴芹菜 一箱水 两把水果刀 三个充电宝和一些日用品 看着这些东西 我犯了难 不知道够不够两个成年人 撑过这场丧失浩劫 我们手中的水实在是太少 但凡停水很难撑过去 张涛在屋里翻箱倒柜 寻找能够盛水的容器 我则在浴室将浴缸堵住放满水 做完这些 我和张涛分别给父母去了个电话 先是报了平安 随后又嘱咐他们 有新型病毒爆发 最近不要出门多储备些食物 挂掉电话后 我俩将手机调成静音家省电模式 又将充电宝插上电源 做完准备工作 我俩刚打算躺下休息一会儿 房门被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一个温柔的女音在门外响起 您好 您好 由于酒店避难人数太多 请问您方便与他人合住吗 酒店这边可以给您减免房费 听到这儿 张涛不由地翻了白眼 在微信上做发消息吐槽 酒店员工有病吧 就这情况每个人敢开门 谁要开门当圣母谁就开 反正别想进我们房间 我回来的点赞的表情表示赞同 我们一直安静不出声 外面看我们不回应也就没再坚持 听见服务员敲响隔壁的房门 我们松了口气 这时我猛地想起 有许多幸存者逃进酒店 他们没食物没水 并且也不知道 有没有在病毒潜伏期的感染者 或被丧失抓伤的人 为了往后日子的安全着想 跟张涛商量一番后 张涛打算把电子锁破坏掉 然后堵上房门 我没有异议 待到外面没有了声音 张涛小心翼打开门探出头 确认服务员已经走掉 于是拿着水果刀 将电子锁撬了个稀巴烂 电子锁哀嚎了几声 就没了动静 我用房卡尝试开锁 电子锁没有反应 破坏成功了 怕声音吸引来其他人 随后我俩赶忙回到屋内 反锁房门 挂上防盗链 顺便将两个床头柜堵堵在门口 做完这些才感到稍稍心安 重新躺回床上 我打开手机 想看看有没有最新动态 进入微博主页 就是各大官方发来的消息 翻来覆去 无外呼视告诫人们 不要出门 无需太过恐慌 政府正在努力解决 请待在室内等待救援 除了这些官方新闻外 其他关于病毒 丧尸等词条 却都点不开 上网的人太多 导致微博瘫痪了 病毒爆发的48小时 这两天 外面偶尔会传来说话声 和开关门声 许是其他房间的人 接纳了楼下幸存者 但这都与我们无关 末日当头保全自己才最重要 期间 服务员又来敲过一次门 我们听见门外 有好几个声音 阴阳怪气的指责屋里的人 没有同情心 试图来一波道德绑架 但我们依旧没有理会 而是戴上耳机 开始双排游戏 过了半晌 门外声音消失 他们拿我们没辙 只得领着幸存者 去找其他房间安置 病毒传播速度很快 通过我和张涛的观察 发现被咬者 通常在三至五分钟内 转化为丧尸 平时热闹的大街上 几乎看不见活人 只有三三两两的丧尸 在外面游荡 张涛没事就跑到窗边 向外张望 一边咋舌 一边感慨道 太特么离谱了 真没想到电影里的情节 还能成为现实 我靠 楼下还有只丧尸狗 你说 这丧尸会不会变异啊 通常电影里 都会有一些boss丧尸 就像生化危机里的 舔尸者一样 张涛喋喋不休的 向我吐槽着外面的情况 我叹了口气 感叹于他乐观的心态 这两天 我时刻关注着网上的动态 A是官方只是发了 让大家待在家中 不要外出 等待救援的公告后 就没了声音 倒是许多网友发帖 有人大谈阴谋论 怀疑是M国 故意释放病毒 导致丧尸危机爆发 有人哀嚎 自己没有囤食物 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有人号召 大家应该在危机关头 抱团取暖 还有人发帖教学 如何无痛变丧尸 越刷动态 我就越发焦虑 我们两人囤的食物也不多 不知道能撑到何时 他见我半天没回话 似乎看出我的焦虑 递给我一袋薯片安慰道 放松点 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 而且有个安全的空间 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官方就能解决丧尸危机呢 我深呼吸一口气回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病毒爆发的第五天 水电网都还在 张涛用套房里的厨房 煮了杂粮芹菜粥 他的厨艺实在是不敢恭维 但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吃就很不错 更何况我除了烧水泡面外 还不会做饭 正当我们打算吃饭时 外面传来吵嚷声 我俩捧着粥 好奇地靠近房门 仔细听着外面发生了什么 透过猫眼 我看见鞋对面的2013房间门敞开着 一男一女和一位大妈 站在房门口吵架 要不要脸 让你住进来就不错了 房间里物资就那么一点 我们都不够吃 你偷不都给偷吃完了 那人家给的吃的是 让按人头平均分 凭什么你们占领一大半 酒店发的 我们平均分给你了呀 你吃的是我们自己买的 我可没看见你们买的东西 再说了那么多吃的 我吃一点怎么了 那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你赶紧闭嘴 再多说一句 等食物吃完了 我第一时间把你给剁了 外面吵嚷声越来越大 有很多人都开门查看 外面发生了什么 不一会儿 来了的酒店负责人 将吵架的三位 劝进2013房间 房间关上门 我们俩见听不见声音 也就转身回了房间 不知道酒店会如何处理这件事 这个小插曲让我俩意识到 一旦食物短缺保不齐 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时候这里肯定是不安全了 应该尽早做些打算 病毒爆发的第十天 水电网还在 但水变的浑浊发黄 网络也有些卡顿 外面吵闹声从早上持续到现在 早上那阵 酒店挨个楼层喊话说 仓库储备食物已用光 从明天开始 不再给大家提供食物 但大家可以免费住在酒店 许多人在走廊吵吵闹闹 表示不满 打算找酒店负责人要个说法 我俩清点了剩下的食物 还有一盒自热米饭 半箱方便面 半箱矿泉水 一块压缩饼干和一盒肉罐头 这些食物 我俩省吃俭用 最多再撑十天 如果十天后 食物消耗完 但没等来官方救援 该怎么办 张涛提议 带上剩余物资 出去寻找新的避难所 比如大型商场 或者地下超市 那里物资丰富 我表示有些冒险 因为不清楚 超市或者商场 有没有被丧失占领 贸然过去有些危险 张涛反应过来后 有点泄气 这时房间门被轻轻敲响 张涛凑近猫眼往外瞅 他低声累了一下 随即白手招呼我过去 并示意我往外看 我凑近猫眼 看到外面 站着一个戴眼镜 穿黑衬衫的中年男人 他的手中举着一张纸上面 写着我知道 哪里有食物充足 并且安全的地方 如果想活下去 晚上七点来 1923即合 男人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后 走向对面的房门 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我心情有些复杂 不知道这个人说的是真是假 他是楼下19层的人 看着他的做法 应该给很多房间 看过纸上的内容 如果大多数人 选择相信他组队 一起去避难所的话 那将会是个庞大的队伍 虽然人都安全些 但都是陌生人组在一起 实在不敢保证 每个人都能团结一心 可是对方说的安全避难所 对于即将淡尽两绝的我们来讲 实在是太有诱惑力 我和张涛商量 半天决定晚上七点 我去到1923看看情况 张涛留在楼上 看守物资 七点 我准时来到1923 敲了敲房门 那个中年男人将门打开 进到屋内 我想象中很多人的情况 并没有发生 屋里除了中年人和我以外 只有一对中年夫妻 两个年轻女孩 和一个男亲眼 我们互相礼貌介绍完 就各自安静坐着 直到七点半 都没再有其他人过来 中年男人看了眼 时间说道 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来了 介绍一下我叫沈树 我也不多撂弯子了 跟大家说实话 西郊的永辉商场都知道吧 那边自发建立起一个安全区 我跟安全区的负责人熟识 那边说 现在避难所那人不多问 我要不要过去 我想着多一个人 就能多一份安全 所以想召集大家一起行动 沈树话音刚落 男青年提出问题 我们怎么能相信 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永辉商场离爆发病毒的 飞机场那么近 说不定早就被丧失占领了 沈树掏出手机 打开他跟安全区负责人的对话 还有负责人发来的视频 视频里显示 永辉商场内部的地下超市入口 有人看守 许多人排成一队 在超市里领取物资 超市内部货架上 满满当当都是食物和各种用品 看到视频里这么多物资 说个心动那是不可能的 我随即发问 我们要如何过去呢 沈树思考片刻表示自己 有辆皮卡 停在酒店后面的小区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入口 在酒店后门不远处 我们可以趁晚上丧失活跃度降低 将车开出来前往安全区 这个方法虽然有些危险 但眼下也没其他选择 沈树见我们没有其他问题 于是让大家回去整理个人物品 晚上八点半来他这里集合 回到房间 我将沈树说的话跟张涛复述一遍 张涛表示去避难所 总比待在酒店等死的强 于是我俩将剩余食物分为两份 一人包里放一份 充电宝和房间内的浴巾也塞进包里 两把水果刀随身携带 临走前张涛将屋内一架杆拆卸下来 当作防身武器 准备好一切 我俩轻手轻脚来到沈树房间 沈树见我多带了一个人 没有说什么 只表示欢迎 八点半不到 一行人全部在沈树房间集合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我们七人先坐电梯下 到五楼后改走消防楼梯 来到一楼 一楼的情景令我们震惊 正门虽然被两把铁链锁住 但右侧的玻璃窗上却破了个大洞 大洞周围染上一抹黑红色的痕迹 大厅中杂乱不堪 各种物品扔得满地都是 地上还有着斑斑血迹 好像有什么受伤的东西 硬闯进来 见此场景 我们瞬间戒备 沈树从地上捡起一把断掉的拖把 率先缓慢走过大厅 到达酒店另一侧 他环顾四周 没发现危险 于是向我们打手势 我们学着沈树的姿态 放轻脚步 顺利跟他会合 突然 队伍里有个女生 发出一道抽气声 被别的东西划伤 他胸口微弱地起伏着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们明白酒店即将不安全了 本来我们打算让两个女孩 和中年女人留在一楼看守物资 但现在这种情况 还是跟随大家一起行动的好 沈树带着我们快速穿过走廊 来到尽头的酒店侧门前 很幸运酒店侧门没有上锁 轻轻一压把手 沈树推开了门 透过门缝 我看见外面只有三四个丧尸 他们皮肤灰白 身上染着大片血迹 动作极其缓慢 断掉的残肢连着一点点皮肉 当当在身侧 沈树再一次把头阵走到门外 他用手里的拖把杆 在一只丧尸面前晃了晃 丧尸只轻轻摇晃 两下脑袋没有理会 这代表着丧尸没有视力 对我们来说危险程度就减弱几分 随即 沈树从包里掏出两个空罐子 向着小区相反方向扔去 当当当当 罐子落地的声音 在寂静的晚上格外清晰 就这一瞬间呢 三四只丧尸猛然抱起 他们嘶吼着 跌跌撞撞冲向响声的方向 趁着他们跑开的功夫 我们快速冲出门 向着地下停车场入口方向跑去 地下停车场漆黑一片 中年夫妻打开手机手电筒照明 地上有斑斑点点的血迹 预示着地下停车场 可能有丧尸出没 沈树的皮卡停在了负一层C区 离入口有一段距离 我们放轻脚步 但空旷的地下停车场 有一点点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 没走几步就听见周围隐约传来脚步拖地声 男青年反应很快 立刻让夫妻关闭手电筒 并招呼大家脱下鞋子 减少声音产生 大家照做只穿着袜子行走 接下来我们更加小心摸黑前行 万幸一路上还算顺利 那个拖地脚步声消失了 很快我们几人来到C区 为了尽快寻找车辆 我们分成两组 沈树和夫妻一组 剩下的人一组 正当我们一列列寻找时 变故突生 不远处消防门那边 传来丧尸的嘶吼 我将手电筒的光照向那边 只见两只丧尸 快速朝我们奔来 逃命要紧 顾不上找车 我们朝相反的方向狂奔 跑步传来的响声 好像惊动了更多的丧尸 停车场四处都回荡着丧尸的嘶吼 沈树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快点 我找到车子了 我们看到了希望 顾不上周围丧尸的吼声 拼命往车的方向跑去 后面两只丧尸动作很快 其中一个女生体力不支 眼看着被丧尸扑倒 张涛回身一辆一杆 打在丧尸脖子上 减缓了丧尸的速度 男青年借机拉开 女生和丧尸之间的距离 这时 沈树的车从前方开来 我们赶忙拉开车门 钻进后座 那两个丧尸伸着胳膊 试图扑进车内 我和男青年 配合拼尽吃奶的力气 用车门加断一只丧尸的胳膊 才将门关上 近距离看丧尸 跟在楼上看的感觉完全不同 一句句血肉模糊破碎的尸体 站在你面前带来的冲击感太强 导致我胃内翻涌 我坐在车里 不停地往下咽口水 以此抑制住恶心感 汽车行驶的声音 将附近的丧尸几乎都吸引过来 他们嘶吼着追逐汽车 空旷的地下停车场 将他们欧雅的吼声无限放大 听得我毛骨悚然 还好沈树车技够硬 挤脚油门甩开丧尸 冲出停车场 卷帘门落下 将那群三隔绝在内 沈树打开导航驶向大道 我向外望去 大道上散落着各种残肢断壁 和汽车碎片 离着近的丧尸 听到汽车声开始躁动起来 试图扑向行驶中的汽车 好在车速过快 他们残破的身体追不上 当汽车驶过后 听不见声音的丧尸 又恢复了安静 现在暂时安全 众人稍微放松了些 中年夫妻从兜里掏出几块巧克力 分发给大家补充一下能量 每个人都谢着 结果除了那个女生 那个差点被丧尸扑倒的女生 蜷缩在另一侧瑟瑟发抖 女生的同伴在一旁轻声安慰着 我们都以为 女生是被丧尸吓到 产生心理阴影 离着近的张涛 还想出言安慰几句 突然女生同伴猛然往后一撤尖叫道 啊 你手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 女生本想藏住伤口 但被张涛一把抓住胳膊 此时 他手心内侧两道伤痕 赫然呈现在大家面前 女生眼泪汪汪的辩解 说是上车时太着急 被车门划伤 我们脸色都不太好看 没人看见她的伤势怎么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谁都不敢用一车人的性命去赌 是被丧尸挠伤 还是车门划伤 有几台撞毁的汽车横在道路前方 沈树借此将车停下 他回过头看着女生 下车吧 我可以给你一点食物作为补偿 你自己找辆车去避难所 沈树说得很没完 停车的周围散落着不少车辆 有的撞在一起破碎不堪 有的还算完整 但车窗碎裂 还有的似乎里面困着 变成丧尸的车主人 见此女生哭喊起来 求求你 我不会开车 我不想死 我真的是被车门划伤 我现在也没有变异啊 男青年见女生没动 有些生气的说 别磨叽 是你自己下车 还是我推你下车 中年女人听着女生的哭泣求饶 有些心软小声提议 要不先等等看 小姑娘看着不像要变异的样子 你觉得她可怜 那你陪她一起下车 我美好气的出声 末日当前 人人自危 你要是想当圣母 别连累其他人 中年女人还想说些什么 但被张涛回对过去 她的老公也拽着她的胳膊 让她安静些 女生只能将希望的目光 投向同伴 同伴低着头 不敢愁女生 似是默认了大家所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原地待得越久 危险越大 不能再拖了 沈树起身下车 她将后门拉开 打算强行将女生拽下车 女生崩溃的双手 紧扒车框大喊大叫 她的叫声 引得附近被困车中的丧尸 激烈地嘶吼撞门 砰 左前方车中的丧尸 撞碎了车玻璃 正试图爬出车外 再拖下去就危险了 见此 我和张涛想要上前 扒开她的手 女生胡乱踢着双腿 阻拦我俩靠近 我咬咬牙用对付丧尸的方法 猛地一关车门 狠狠加了一下她的腿 女生惨叫一声松开双手 张涛趁机将车门关上 沈树也快速回到车内 车子发动 女生哭泣着 在车外拼命拍打车窗 受伤的手掌在玻璃上 留下模糊的血迹 我看见她手上的伤口 已经肿胀发黑 八成是被锁病毒感染 沈树一脚油门 撞开挡路的车辆 载着我们 重新驶向避难所方向 透过后视镜 我看见女生 亮亮呛呛在后方追逐着我们 随后被破窗 而戳得丧尸扑倒在地 这一瞬间我内心五味杂陈 这个小插曲 使得车内的气压低了几分 原先对我们还算热情的中年妇女 此刻沉默不与冷脸 对待所有人 好在剩下的路还算顺利 就是即将到达避难所的那一小段路 被各种车辆堵死 似乎是人故意为之 于是我们下车改为不行 到达避难所门口 沈树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很快有四五个穿着厚实衣服的人 在一个西装革履人的带领下来到门口 他们从上到下 仔细检查了 我们身上有无伤口 并没收了我们的手机和武器 说是为了避难所安全着想 防止有人私自向外面传递避难所消息 毕竟商场内物资接纳不了太多人 我们虽然有点不情愿 但在别人的地盘 还是听从对方的好 在确认没问题后 领头人一边向我们讲述避难所规定 一边将我们带入避难所内 避难所规定 每个人需劳动换取报酬 女生和老人小孩 负责避难所卫生清洁和种植作物 男生负责清理周边丧失和安保工作 每人每天只能领取一人份物资 不干活者将逐出避难所 如果你有金条或者值钱之物 也可以用他们额外换取物资 领头人带我们来到楼上 并给我们分配了房间 也就是商场上面的店铺 我跟张涛分到了火锅店 领头人给了我们店铺钥匙 进入店铺 我俩仔细搜寻一番 除了桌椅板凳和带不走的八台橱柜外 食材跟厨具已经让他们单空了 张涛从后厨找到几个铁盆 好在桌子上的电磁炉还能用 至少能烧水喝 就这样过去了半年 我和张涛从最开始看见丧尸 就腿脚翻软到现在跟砍瓜切菜一样砍丧尸 沈述因为跟领导人关系密切 成为了避难所的二把手 男青年和我俩加入了避难所护卫队 护卫队每天在避难所周围巡逻 防止丧尸入侵 如果有人在所内起刺 我们也会前去镇压 在避难所内有吃有喝 还能保障生命安全 我们很珍惜这种生活 每天都尽心尽力干活 领头人很欣赏我俩的办事效率 提拔我俩为护卫队队长 各自带队并享有优先选择食物权 时间很快来到一年半后 在这期间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等到官方救援 但现在生活稳定安全有保障 我们倒也很满足 并且我俩带队将机场也清理出来 扩大了避难所版图 永辉避难所的名号就此打响 更多的幸存者加入了避难所内 甚至有好几个富豪 也来到避难所用金条加金砖 或者违禁的枪支弹药 换取物资和生活空间 幸亏有了些热武器 后期爆发了两次失潮 虽然避难所损失严重 但都成功镇压下来 现在幸存者一多 物资分配就有了问题 领头人趁机也制定了新的政策 所有后加入的幸存者 必须用物资或者值钱的东西 换取避难所生活名额 每周最少两天外出寻找物资 如果在外不幸死亡 家属可以领取双倍物资 来到避难所的人必须服从上面安排 如果反抗 格杀勿论 本以为往后的日子将会一直这么过去 不曾想一个青年的到来 打破了此刻的宁静 他带领着两个女子和几名壮汉 挟持了领头人并杀死了沈树 他们在避难所内高喊着人人平等 大家不是你敛财的工具 更不是你的奴隶 你无权胁迫他们 为你卖命等口号动员大家 许多普通难民听到这些纷纷选择加入 我感到愤怒 辛辛苦苦壮大的避难所 被那人三言两语就挑拨了 避难所爆发激烈的冲突 我和张涛带领护卫队 试图镇压青年那伙人 但不知青年用了什么方法 凭空变出枪支弹药等大杀伤性武器 之前抵抗失潮已经用光了许多弹药 现阶段我们靠着砍刀和几把枪械 根本不是对手 更不可思议的是 枪支打在他们身上不痛不痒 甚至没留下痕迹 领头人大喊一声杀了他们 随后就被青年一枪毙命 那一天 避难所损失惨重 青年一伙人将反抗他们的人全部射杀 护卫队全军覆没 我和张涛也在其中 张涛替我挡住了那颗子弹 却挡不住从我背后砍来的大刀 我趴在地上 意识逐渐模糊 青年说要去解决下一个避难所 所有人都跟随青年离开 残破的大楼随着人群的离去变得寂静 我缓缓和上双眼 终是没有活到末日结束的那天